失误题 如右图所示 甲里面装着饱和的硝酸甲容易 鱼里面装着饱和的氢氧化钙容易 然后把它隔水加热 请问你会造成怎样的改变 我们了解一般的固体 它是温度如果越高的时候 溶解度就越大 硝酸甲就是一般的固体 所以它温度越高 溶解度会越大 可是像氢氧化钙是例外 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反而溶解度比较小 所以当我们增加温度的时候 我们知道假的溶解度会变大 这是对的 但是因为它本身 这原来已经底下 并没有任何的沉淀 都没有沉淀 所以它虽然溶解度变大 但是不会再多溶一些东西 因此它说溶解量会增加 这个是错的 而对你来讲 已是氢氧化钙 所以它温度越高的时候 溶解度越低 所以它溶解度变小是对的 然后它原来是饱和 都装满了 而溶解度变小之后 它就不能够再溶解 所以就会把东西沉淀吸出来 所以它的溶解量就会减少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的是 租 我们的乙 它的溶解量会减少 同时溶解度也会变小 这就是我们的第十五题